港大医学院预计 重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很可能有新型肺炎本土传播爆发 本江除了限制湖北人入境 要研究如何走多几步 先请封闭道 港大医学院最新研究 新型肺炎病毒的繁殖率是2.13 即是每个患者可以传染2.13个人 每6.2日陪增一次 用这个模型推算 大年初一武汉已经有4万3千多人感染 而当日内地官方数字是618宗 我不去深究 是不是有虚报、漏报或者是不报 似乎是多了很多些轻微 甚至隐形的个案 继续交通往来 重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这五个大城市 都有可能有本土传播爆发 预计4、5月见顶 6、7月才会慢慢缓和 香港暂时只是禁止湖北人入境 是不是应该获及到这五个城市 梁卓伟说已经向政府报告 宣布湖北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第一步 是未够的 是应该是要将这个范围去扩大 但是我们也都明白 完全百分之一百是去这样做 是可能有一些实质的困难 比如我们的粮食供应 我们很多不同的供应 怎样做呢 这个我明白的 他说这几个城市有很多国际航班 所以要预期今次会演变成环球疫症 如果你要斩断传染链 你是要做一些非常之大型 甚至无是比较专制的一些公共卫生干扰措施 比如停货将大型的活动取消 不过他说过往疫症的先例 单靠环岛未必有用 到爆发的时候要改用缓冲策略 有先电视记者 闪情风不得